富人只要有钱就能永生 而穷人则可以将自己的寿命变现 你敢相信吗 在未来的世界里 有一家科技公司发明了一项 可以提取人类寿命的奇特技术 只要是你觉得活得不耐烦了 或者是你钱包空空没钱花了 就可以直接卖掉自己的生命 而买家自然就是富人 这些寿命能让富人轻松实现永保青春 所以他们巴布的穷人多卖点命 可人就那么几十年的命 越老的人卖掉生命就越快见太难 相反年轻人更适合这项技术 于是寿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老马 忽悠许多穷苦家庭的父母 让他们卖出自家孩子15年的寿命 就能轻松拿到75万美金 这足以让一家人脱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凭借出色的忽悠技巧 老马很快就成为了销售冠军 作为职业经理人 他的本质工作就是在社会上 忽悠那些刚刚成年花钱无度的人 让他们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金钱 老马今天又成功交易了一笔15年寿命的单子 这让他成为了今年的年度业绩冠军 接着老马便和妻子一起贷款买了一套豪华公寓 就在他以为生活即将蒸蒸日上的时候 命运的转折却让老马和妻子陷入了困境 两人只是出门逛了个街 等回到家楼下市直接傻眼了 谁曾想自己刚买的豪华公寓莫名其妙的着火 一切瞬间化为乌有 他们不仅没了居住的地方 还被银行要求立刻还钱 不然就要强制执行他们的抵押物品了 可老马听到抵押物品就猛了 他对此压根毫不知情 原来当初买下这套公寓时是需要抵押担保 妻子便偷偷瞒着老马将自己的DNA上交 并且抵押了自己40年的寿命 这才买下了豪华公寓 现在老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家 妻子40年的青春也要被强行拿走 这无论发生在谁身上谁都接受不了 于是老马第二天跑来了公司大厅 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人 那个人便是这家寿命公司的女CEO苏菲 老马叫住了对方 表示自己的年度销灌你是否还记得我 当苏菲表示当然记得他之后 老马连忙请求公司贷款给自己 帮自己救一下妻子 见老马救人心切 苏菲也答应了下来 让老马把资料拿过来看看 可老马在公司楼下等了整整三天三夜 始终没有等到苏菲的答复 他想要冲进公司提取寿命的部门 却被保安拦住 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而老马的妻子此时正身穿病号服 强行捆绑在椅子上 为了防止穷人活得不耐烦 一家公司发明了比支付二维码更快捷的技术 用寿命换取金钱 一年的寿命可以换五万美金 寿命公司的销售一边疯狂忽悠穷人卖命 一边将寿命出售给富人 从而使富人轻松实现永生 作为寿命公司销灌的老马 每天就干着勾当在行 可没成想一场意外 让他发现了寿命公司背后的阴谋 老马和妻子一起贷款买豪华公寓 然而需要担保物品 妻子便用自己四十年的寿命进行担保 不料当晚公寓就莫名其妙着火 一切被烧得化为乌有 而妻子四十年的青春 因为还不起房贷要被强行夺走 此时公司里提取寿命的部门 将妻子捆绑在椅子上 接着往他后腰处注入了奇怪的三个针孔 以此用来提取他的寿命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妻子被老马接回了家 等到他一觉醒来 惊恐地发现自己瞬间衰老了四十岁 虽然老马依旧爱他如初 可是妻子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生气地让老马尽快离开自己 老马想要改变这一切 再次来到了公司 在楼下等到了CEO苏菲 就在他想质问苏菲为什么对自己失言时 转过身来的苏菲让他当场傻眼 对方居然意外地年轻了许多 老马察觉不对劲 接下来每天都在对方楼下观察 终于在第三天发现苏菲有新的动向 而且是独自外出 他一路跟随苏菲到了墓园 为了不被发现 老马从墓园的角落里偷偷潜入 然后再找到目标苏菲时 便冲上去打算将其绑走 但让他再次傻眼的是 对方转过身来已然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就在老马大脑当机时 女生开始大声呼救了 老马来不及思考 随即用电击枪将其机晕在地 然后在墓园里喷上油漆嫁祸给了 一个反对寿命公司的恐怖组织 接着他找到自己的妻子 并告诉他有办法让他恢复年轻 可让妻子没想到的是 这个方法竟然是绑架 而他们还没开始下一步 寿命公司的武装安保团队就已经 悄无声息地来到他们附近 将此地围的水泄不通 等到安保团队冲进仓库时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原来在此之前 老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汽车和手机 带着妻子准备好护照 坐船起身前往立陶宛 因为他已经联络了 立陶宛的一个私人医疗机构 让他们帮忙收取苏菲的寿命 转移到妻子的体内 这样妻子就能恢复青春了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游客随手拍的一张照片 寿命公司的安保人员 就能从大数据中找到他们的踪迹 就在老马他们的轮船即将靠岗的时候 立陶宛的码头上 已经全是持枪刑警拦车排查了 这下他们该怎么化险为夷呢 年轻漂亮的人妻竟然在一夜之间 变成了皮肤松弛的老嫂子 原因竟是还不起房贷 被强行夺走了40年的寿命 老马不忍看着自己妻子日益消沉 决定绑架夺走妻子寿命的CEO苏菲 然而 他们即将到达立陶宛码头的时候 被立陶宛警方设卡拦截 在绝望之际 他们注意到不远处准备下船的一家人 脑子里蹦出了一个办法 而这个办法便是劫持着无辜的一家人 用他们的小孩作为威胁 让这家人开车带着自己离开 虽然这样的行为很卑鄙 但是为了活命 老马也别无选择 等他们顺利通过了检查后 老马便带着妻子和苏菲来到了立陶宛境内 一分也不敢耽搁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抓来的苏菲 声称自己是苏菲的女儿巴巴拉 告诉老马她抓错人了 但老马却非常肯定 眼前这个女人在CPU自己 她一定就是苏菲 然而妻子却说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无辜的人 如果真的是他们抓错了人的话 必要要放对方离开 可老马并不认同 就算对方真的是苏菲的女儿 既然苏菲能用妻子的寿命 这就说明她女儿的DNA也是跟妻子匹配的 那妻子也可以使用她女儿的寿命 心善的妻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自己使用无辜人的寿命 就在他们意见不合发生争执时 女人借机说要去上厕所 接着趁老马不注意 用松动的钢管打倒了老马 接着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头也不回地向外跑去 没想到她刚刚打通了自己安保公司的电话 还没说两句 手机就掉进了水里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河水是一处沼泽 随着她的身体渐渐下沉 她慌乱地大喊救命 就在这时 妻子及时赶到用木棍救下了女人 在女人被救回来之后 妻子便看着女人洗澡 发现对方的腰上干干净净 并没有注射器留下来的三个洞孔 也因此妻子更加确信 女人真的不是苏菲 而且苏菲的女儿巴巴拉 妻子回到房间 对老马说自己好害怕 害怕自己这辈子就真的永远变成了老太婆 以后就没不能和老马白头偕老了 老马答应妻子 一定会帮她找回寿命 等他们折腾了三个小时醒来后 却发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用机枪劫持 而与此同时 因为之前女人拨打的电话 被安保公司追踪到了 此时正在赶来的路上 而劫持老马的这群人 竟然是反抗寿命公司的恐怖组织 老马从他们口中得知了难以置信的真相 他们公寓着火并不是因为蜡烛短路引起的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烧毁了他们的公寓 从而让他们还不起贷款 顺理成章地让妻子被强制执行 抽走了四十年的寿命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拿走了妻子四十年寿命的苏菲 原来这一切都是苏菲的阴谋 并不是意外 当两人得知了真相后 组织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对苏菲报仇的机会 晚一点苏菲的安保团队会把这里包围 到时候老马把苏菲引到大楼里就可以 老马眼看形势比人强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果不其然 没多久苏菲的安保武装部队就将外面围了起来 而老马将计就计走了出来 表示如果开枪的话 自己屋内的妻子会立刻杀掉人质 现在他只要苏菲出来谈话 没想到苏菲真的在这支武装部队里面 他如今也真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老马要求对方跟自己进去 将寿命还给自己的妻子 不然他的女儿就活不成了 表面冷漠的苏菲在乎女儿安危 就在他真的要跟老马进去时 一旁的女保安突然问老马 你是怎么知道苏菲一定会在车上的 这句话让老马愣在了原地 平时眼疾一流的他 在此刻愣是当机了十秒钟没说话 机警的保安们立马察觉异常 里面肯定有陷阱 就在老马要被干掉时 没想到安保部队的组织卧底 将枪口对准了苏菲 虽然被及时发现 可苏菲还是身中竖枪生死不明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老马匆匆忙忙地跑回了大楼里 压根控制不住外面战火滔天 打算带着妻子和巴巴拉从后面逃走 就在老马去找车钥匙时 巴巴拉对着妻子开枪 可他傻眼的是 这枪里居然没有子弹 妻子也侥幸躲过一劫 他直接抓起巴巴拉的头发将其砸晕 然后准备带着他到预定的地点进行手术 可妻子没想到在开车路上 老马居然同情心泛滥了 两人立场360度大旋转 老马认为他不是苏菲 他们不应该伤害无辜的女孩 可妻子经历了多次生死 以及失去美貌和青春的创伤后 再也不想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寿命 在两极反转之下 妻子逼迫老马这个显眼包下车 然后带着巴巴拉来到了医生的指定地点 在医生的帮助下 拿走了巴巴拉身上40年的寿命 几个小时之后 妻子开车离开 而孤独的巴巴拉则失魂落魄的 走在阴暗小道上 老马则迎着曙光一路前进 却不知自己的目的地在何方 活着回到家中的巴巴拉 失去了40年的寿命变成老嫂子 而得到了青春的妻子 现在不但怀孕 还拥有了自己新的家庭 不远处站在山头上目睹一切的老马 默默转身离去 加入了反对寿命公司的革命组织